我提前刘备一步结拜了关张二人 让刘备欲哭无泪 无对劲呢 十分得有十二分无对劲 文和 这件事有没有可以操作的地方 谋事在人 尘事在天啊 那我可不管 我这人封批起来可是六亲不认 好了主公 老夫有技了 快说 可让人将我们与胡人交易的事情泄露给公孙瓒 让铁抢了这批牲畜 如此 刘夷绝对忍不下去 同时也可以削弱他们的军力 然后呢 可要骑兵前往渤海去 一旦幽州开启混蛋 立即出兵前往右北平 在公孙瓒必经之路设服 但不开窄杀公孙瓒 不然 鱁鱼就没了忌惮之人 这老灯怎么像个小媳妇似的 你不用力他就不叫坏 然后呢 此番埋伏 公孙瓒会认为 鱁鱼联手主公要除掉他 他应该会想办法拉一个外援 而距离济州最近的青州 就是最好的选择 解释 一旦青州敢帮公孙瓒 我们就又有了出兵青州的理由 是军不好了 黄金悠起 青州叛乱 数十近百万的黄金贼正在向济州 衍州以及徐州扩散 卧槽 老天 你是不是针对老夫 文和 这青州看来行不通 你可还有其他计策 谋事在人 来人 主公 记者不就来了吗 这还差不多 如此一来的话 可让黑山军假意劫略军州百姓 城市浩大一些 最好能让公孙瓒 得知此事 其实 悬蒙而不得的公孙瓒 大概率会将目光放在黑山军身上 若是如此 接下来咱们都变好操作 真不愧是堂堂三国第一都市 第一狗王家许 遇到威胁 是真管事 好 就一文和的 奉先 文远 恭敬你三人领三千骑兵 即刻北上渤海 恭宇 你也一同前往 文良 子龙 另一边 陈刘 孟德 府外来了一人 自称从影川而来 姓群 名誉 说要求见于你 什么 影川群誉 难道他是来偷奔我的 孟国夫 应该不是 文弱 文弱在哪 兄长 兄长 你倒是先穿鞋啊 文弱 今早便听闻喜鹊 在堂前鸣叫 没想到下午就有贵客临门啊 承蒙将军看中 早闻君君之名 此番恰好路过此地 我与好友便前来拜访一案 貌昧打扰 还望将军目怪 哎 何出此言 笨子 速去置办酒宴 九国三巡 曹将军 不知对于未来有何规划 曹某是受汉禄 献国家永难 当肝脑涂地 以报国家 赢回千子 还于救度 曹将军心有此志 在下敬佩 对 太对了 看来没白来 一旁的巡御在心中也是多了一丝赞许 毕竟他也是想匡扶汉事的 不过 如今曹将军所处燕州 行事严巨 不知曹将军有何打算 无认天下之志 以道与之 无所不可 将军应当谋求发展 去燕州之人节 好奇鲁之精锐 随后谋取玉州等附属之地 以资兵家 知才之言 是我毛色动开 只是眼下行事艰难 无前无了 我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 听闻济州流氓 让其军土屯田自养 将军可效仿此法 没错 目前我已经让麾下将士 在城外实行军屯 留给将军的时间不多已 此次闲听闻 流氓立兵默默 看样子要谋取幽州 若是其夺得幽州 势必会晒军渡河 到时候 将军与其必有一战 嘿嘿嘿 二位有所不知啊 我与刘济州有约在先 若其能夺取幽州之地 曹某又晒不投靠 他 与他一同心腹汗室 重现大汗辉煌 听到此话 寻遇细致才都傻了 不是 游戏刚开 全军出击还没喊呢 你就准备投了 将军难道不打算 自己立上一番工业 决定在先 且在看吧 而且 这又何嘲不是一份工业 不对劲 十分 等有十二分不对劲啊 酒烟散去之后 二人就近找了一家酒楼 伟若 你如何看 还看什么 明日 我就起程去冀州了 好吧 既如此 那我自己留下看一看 流氓是万万没想到 随手的一个约定 竟将巡令军引到了他那里 居庸关 刘渝和胡人给交易地点 在流氓的泄密下 公孙站在他们必进之路社府 欲抢劫双方的物资 而吕布延梁张辽三人 则在另一边 社府抢夺公孙站 坑都挖好了吧 放心吧 先把坑圈都按照你丰富的地点挖的 另外 我觉得不太过瘾 还在坑里埋了一些木资 好 维远 待会我和炎梁负责冲阵 你在后方大喊叫阵 将生殖木得大一些 然后再去据杀猪 嗯 就交给我吧 此地距离五中五六十里 如果公孙站得到消息 必会支援 咱们只有不到一个时辰的时间将对手击溃 明白 不过奉仙啊 你能把你这大脊脚放下来不 大老远就能看见 这太容易暴露了 那哪行 这可是主公带我坑来的宝贝 去 都假扮伤贼呢 就你穿的帅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